看到一幅图,图里面看到一个人交封信给香港申诉专员公署 这个不是普通人 我今早就看到东方的日报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youtube 他说youtube里面有五条片 说什么不雅,路空,赤裸,裸跑,资业主理 老实说,这些是得淡笑 就算可以这么说,去到香港三万驼窗那些都没有Google服 何况你现在做这件事,所谓申诉专员公署根本没可能 对这个youtube有任何影响 你想想我自己过来人 在我现在看到这条频道里面 我都被youtube停过三次 都是被这些网上肯定有人投诉 令到Google做事 做事之外,有些人都说 就是说youtube里面有一个检查 那个部门就是新加坡 那检查我这些 老实说,我都已经避开很多东西 不播一些有版权的东西 甚至有色情的东西都不会播 甚至有血腥的东西都不会做 爆炸的东西都不会做 但是都被youtube停过三次 还要不断剷我的片 那这里他这个东方这么做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呢 这个叫做日落报业 你想想东方日报以前是多厉害的 影响力很大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看呢 我相信呢 就是说 应该这么说 我想问一下 有听我的帐户 看我的频道 都有些银法的 那我想问 还有没有有些银法呢 是愿意给钱买这张报纸呢 我相信年轻人 好像我那样来说 我都不是年轻的 我都属于中老的了 我都不会买这些 我都是上网找这些消息的 首先这些报业来说 真的了 他根本现在这些 叫做印刷品 这些东西 他还有印刷品 市面也能买了 那真的抵不过网媒的 那你想想 网上媒体 在YouTube上面 包括我在内 都非常之多 那很多人都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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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选择给你看 那其实 我可以讲回 其中一个真实例子 现在你说到这里了 这里这样 你去这个申诉专业公署 摆明 就是一个做秀 都知道这个申诉专业公署 没可能 对这个YouTube有任何什么动作 那我之前这个呢 我这个 就是频道呢 就被黑黑入侵了 那我闲条 没东西做呢 那我上网找到一条呢 就是三万陀枪那里呢 就有一个频道呢 就是被什么防骗 诈骗 那些 就是那些专线啊 那听电话那些 都是那些陀枪那些人来的 那我跟他聊聊聊聊聊聊 我说 喂 我那个呢 google啊 gmail那里呢 就被黑黑入侵了 可以怎么做啊 我说 需要报警啊 接着他说 就是他那里答 不用报警的 这些不用报警的 我说为什么啊 我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信息的哦 他就说 报警都没用的啦 因为呢 他就是在三万台铁那里呢 他就说 呃 就是这个 这个 铁铁那边 铁铁部门啊 他就已经呢 和这个google呢 就没有对口单位的 所以帮我 帮我不到啦 那我就 跟着呢 我说 为什么没有对口单位呢 你说是铁铁啦 这么威 那我就说 自从他讲回 就是说 愿名刚归香港那件事 就是有提到的 他说 就是叫google呢 就是听他们的意见 叫他就是在这里 就是将这个愿名刚归香港 就是落架这样 就是 那当然 google当然不理他啦 不理他之后呢 他就说 没有对口单位咯 他就说 所以呢 报警就没用的啦 其实呢 我都是这样 闲聊的 跟他聊一下而已 跟着呢 他也挺有心的 他也跟他聊了多久的 他找了好 就是有几条铁铁 你试一下呢 他去到这条铁铁里 现在东方都要这样做 证明现在东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